新城鄉公所的財政收支 從107年短錯17多萬多元 108年鄉長合理台上任開始 稅計余錯就有1772萬元 一直到111年 總累計稅距余處是高達了 1億4152萬多元 每年度全線預算及財政收支考核 新城鄉都是名列前茅 最近更是獲得了第一名 111年度再獲全線第二名的殊榮 新城鄉公所今年來財政收支 107年短錯17億萬元 108年起鄉長合理台上任之後 稅計余錯1772萬余元 109年稅計卷余再增加到3818萬元 到了110年稅出 預算增幅更大到5億2114萬元 稅率余錯2084萬元 直到111年度 余錯高達14152萬元 每年全線預算及財政收支考核 千年鄉均名列前茅 近年已經獲得三次第一名 114年兆度榮獲全線第二名殊榮 相當合理台上任以來 致力於鄉鎮各項計劃 道路、橋樑、活動中心等重大公共建設等大幅增加 縮短辦理活動 獎補助額度及範圍 也不斷成長 另外公所舉辦各項文化、教育、社會、觀光等活動 每年更增加不同的活動項目 合理台積極爭取之下 各項政策不斷的創新高 總計稅計余錯更增加107年的5千多萬元 逐年增加到114年的14152萬元 成長將近三倍 相當合理台表是穩健財政 推動鄉鎮以及建設的基石 上任之後極力爭取經費 逐年改善新城鄉的財政狀況 積極推動各項建設 四行十三大福利政策、文化教育傳承 以及避免服務等措施在發展觀光 透過上級單位爭取經費 本鄉觀光預算更是以往的百倍之多 行銷新城鄉為鄉親帶來商機 新城鄉快速發展當中成為最適合局組的幸福城市 感謝中央各級單位以及歡欣政府的補助 感謝諸位立法委以及各個現役員 對新城鄉的厚愛以及協助 更感謝新城鄉民代表會全體代表人 對公所推動的支持 公所團隊將會持續努力 打造幸福加倍的漫波新城 記者中 請下報道